第三個問題 今天最難的 就是我如果要取得什麼 取得這個 廈門街 當然第一個 你要那個欄位 所以按右鍵插入一個欄位 這個欄位名稱叫什麼 應該叫路吧 路比較好 哪一條路 不過它好像不只是路 可能也是街 有沒有 那也有可能是什麼 後面那個叫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路 什麼什麼街 什麼什麼道 還有沒有別的 應該沒有吧 市民大道 另外還有一個什麼 凱達格蘭大道 凱達格蘭大道那邊 應該不會招小偷 因為那邊只有一戶 就是總統府 凱達格蘭大道 如果那邊有 應該不會有這個東西 所以理論上只有市民大道 好 但問題來了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這個資料 放到這邊來 但不是叫你突發煉綱 如果突發煉綱還得了 我看你做到下課 我不要做到下課 做到晚上都做不完 有沒有 廈門街 像我知道有人還是這樣 Ctrl C 有沒有 然後在這邊Ctrl V 然後換下一個 萬寧街 有沒有 Ctrl C Ctrl V 中校東路 Ctrl C Ctrl V 那你大概平均一個 至少要做個三秒 三秒再乘上3300多筆資料 那你要做到多久 而且還不能休息 所以你要把那個規則想出來 那首先的話 這個的話跟前面那一題 上個禮拜我們151那一題有點像 也就是說151是前刮符後刮符 但是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把那個概念找到類似 前面的話 它雖然不是前刮符 但是它可能會有幾種可能性 它其實前面的字有沒有 可能有三種可能 第一個 不過它這個因為地址沒統一 有的有零 有沒有 所以第一個 可能它的開頭是零 第二個呢 是裡 有沒有 有的有裡有的沒裡 第三個是區 應該沒有別的了 所以歸納出來有三種可能性 開頭A 那你可以把這個視為前刮符 有沒有 前面那個字 那後面這個字的話呢 也是三種可能性 叫做路接到 有沒有 所以呢 我們只要做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 第一個 比如說先找到零 在那個G7的儲存格上面 一樣用Find Find的部分的話 我們用什麼 Find Find應該是先找哪個字 找零 幫我找零一下 零這個字 有沒有零 如果有的話 告訴我它的位置在哪裡 去哪邊找呢 去這個儲存格裡面找 有沒有找到十一 但你往上填滿的話沒有 往下填滿應該也沒有 那為什麼沒有呢 因為上面的沒有零 只有這邊有零 然後呢上面有可能有什麼 有裡 所以喔 我們的邏輯這樣 如果呢你找不到零的話 那你幫我找裡吧 OK有沒有 找裡那怎麼 如果沒有的話 所以我可以把公式怎麼樣 剪下來 再插入回去一次有沒有 然後呢 我就直接再去找那個 最近使用過那個Find 一樣是Find Find什麼呢 我跟正一下 不不不 如果再去找的話 把它剪下來之後 再去判斷一下 因為如果找不到的話 是景Value錯誤 那我前面講過了 如果有錯誤的話 怎麼過濾 那就是用ifl 還記得吧 那ifl的話呢 一我們先把這個公式 剪下來發音等號 二的話呢 插入邏輯裡面 ifl 那把公式貼上去 你幫我找找看 如果有找到的話 那就告訴我 它在哪一個位置 如果沒找到的話呢 那你就繼續幫我找別的 找什麼呢 把剛剛公式再貼 把它改成裡 也就是說呢 你如果找到零 那你就告訴我 它的位置 如果找不到 那你就幫我找裡吧 OK 那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向上填滿 有沒有發現 這個就找到了 在第九個位置是裡 這個的話 也是第九個位置 有沒有 副台裡 那理論上 我們找到這個數字 只要把它加1 那不就是那個字的開始 然後呢 接下來的話 這個還有錯誤怎麼辦 沒關係 再把這個公式 再做一次就趨了 有沒有 再剪下來 再插入一次 如果找不到的話 Evair 所以把公式再貼一下 如果再找不到的話呢 那你就幫我去找什麼呢 找區 所以要把這個公式再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 Find什麼呢 Find區 OK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按確定 那你可以看到向上填滿 有沒有 OK了 向下填滿 其實理論上應該全部OK啦 就等於是只有三種規則 但是底下 可能有發生錯誤的地方 那那一筆資料 主要原因是因為 那個地址本身就有錯誤了 好像我印象中 它失竊的地方是 它只有哪一條路幾號 它沒有 它沒有 它只有到 到區的樣子吧 OK 所以這個我們暫時先不管 反正就先 好 知道頭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要怎麼樣得到 這個廈門接呢 其實我只要知道它的開頭位置 就這個位置 把它加一就好 然後後面這個的話呢 實際上要不就是路 要不就是接 要不就是到 所以其實後面這個規則 你可以拿這一個公式有沒有 直接來改 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路 這邊改成接 這邊改成到 那就會是後面那個字的位置 那把後面那個位置 減掉前面那個位置 那就是知道它幾個字 不用再多減一 為什麼 因為它不是在後刮戶 之前後刮戶是多一個位置 所以呢 這個不用減一 好 那怎麼做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把這個 第一個階段做完 第二階段的話呢 把這個公式 再減下來 然後插入一個MID的函數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就動用那個MID MID的函數的話 那我們就是怎麼樣 資料在哪裡 在這裡 那STAR NUMBER 就是把剛剛公式貼上 記得加1就可以了 為什麼 因為前面的那個區 還是里 還是零 一定是前面這個字 所以下一個字 好 OK 那幾個字 這個比較麻煩 請你還是再貼一次 貼完之後的話 記得一件事 請你把裡面這個公式 分別把零里區 改成叫入接到 意思說你幫我找後面那個字的 可能是入 也可能是接 也可能是到 好 OK 所以我就是先讓他找 那個後面的字 那找完之後的話呢 記得喔 再減掉 再貼一次 所以剛剛的公式喔 不要把它覆蓋掉 再貼一次 那你可以看到這三個 有沒有 就是後面的字 減掉前面的字 那就是我們要的結果 按確定 然後呢 把它向下填滿 理論上喔 應該呢 就全部做完了 只是說呢 這個公式喔 非常的冗長 OK 應該可以知道我的意思吧 所以其實喔 我大概把重點回 1 我們先去找零 找完零之後 再利用ifl 再去 如果找不到的話 再去找零 然後再一次 如果再找不到零跟裡的話 那再貼到iflame裡面 再去找區吧 OK喔 那這個公式有了之後呢 把它貼到mid裡面 那前面這個字 就是加1就對了 它的位置加1 就是後面 就是比如說區嘛 廈門街就是它的 區的下一個字 那幾個字呢 就是貼上之後呢 把什麼呢 把那個原來的 那個零裡區 改成入街道 那就找到後面的字的位置 再減掉前面的字的位置 那就是總共知道幾個字了 OK 大概這樣的邏輯 只是說 哇 這有點冗長 而且一個字都不能打錯 所以 要非常的小心 那做完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要怎麼樣 這樣 再做統計 其實如果有這個 就簡單了 其實也是把插入這個 樞紐分析表 那就可以馬上知道答案了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先把這個路接道部分 先完成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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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